花蓮縣華人太子愛心關懷協會 日前捐了200件的羽絨被給花蓮市公所 希望透過市公所的平台 轉證給有需要的弱勢家庭 市長魏嘉賢很感謝社團的愛心 他表示200件的羽絨被會被妥善分配 也期盼社會大眾能夠對弱勢族群給予更多關懷 在花蓮市政推廣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文青的引荐下 花蓮縣華人太子愛心關懷協會 帶了200件的羽絨被來打花蓮市公所 希望能透過花蓮市公益整合平台 轉證給有需要的弱勢家庭 成立到現在一年多了 那也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 所以很多的廠商都兼了很多的物資 來給我們的這個協會 那我們的協會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方說到偏遠的地區仿視個案 那這一次呢 因為廠商兼了兩貨櫃的乙龍被 那這個數量實在很多 我們想說這個因為現在天氣很熱 那先這個捐給施工手200床 那我們希望呢在天氣涼的時候 那對一些街友啦或是貧困的 這些我們的市民能夠有一點幫助 華人太子愛心關懷協會 這是所捐贈的兩百件乙龍被 也在花蓮市代會主席蘇美豬的見證下 由市長衛家先協同 製造課長蕭子偉代為接受並頒證感謝狀 那其實在比較寒冬的時候都有一些需求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也真的有時候看到一些弱勢家庭 可能都還是在蓋一些博毯 那對於他們來講要抗寒 預寒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困境 那我們這次有些些兩百床之後 我們會妥善的來運用這些資源 不論是弱勢的還是獨居的 還是需要關懷的 我們都可以來做一個妥善的分配 華人太子愛心關懷協會理事長施鳳教表示 協會是以服務關懷偏鄉弱勢家庭為主要目標 日簽收到由三星企業捐贈兩貨櫃 約有六千件的羽龍被辦成品 協會在將羽龍被整理後陸續送出 其中有兩百件事送給華蓮市公所 希望能幫助華蓮市當地的清貧戶 讓愛與關懷能夠被傳遞下去 記者徐立芹 華蓮市報導